大肥安天下 现在中国的长臂管核 已经去到一个非理性的地步 因为当习近平大权在握的时候 全面极速左转 因为要表忠 做事最重要就是揣摩上意 做多好过做少 做少好过不做 无论是香港 无论是对世界 这种挑战一路出来 你可以看到不单止是香港 不单止是台湾 甚至去到所罗门群岛 跟着这种叫做攻城落地 而我们中国的法律 已经是涵盖全世界 就是全世界的管治权就在中国手里面 不单止是一个中国 近期发生四件事 你就看得到 中国这种 我认为你犯罪 然后你就要被批斗 被审判 甚至被逮捕 这个现在引起了世界各地的恐慌 你要做加大开放的力量 你叫别人来 你要做香港成为国际金融城市 结果每一个人来到香港的时候 会不会得到一个不足够 或者甚至安全的保障的时候 你就要问 第一 当然近期发生的事 就是有一个女学生 他在日本 网上高法 报了一些港独的言论 当然我不支持港独 但是他回港的时候 他被捕 然后他中断了他日本的学业 香港的国安法涵盖了日本 那你说是否只是对香港人 他不是 如果你是这样的话 日本人或者网上高 有时不知道界限的 譬如好像你们认为的欲华言论 我说我很喜欢用日本东西 比中国好 那会不会犯法呢 接着直接说 你那些东西不行 好像成龙说 中国的东西会爆炸 这些是煽动 欲华 会不会有事呢 没有人知道那个界限 只不过这个禁招 就是这个香港的女孩 她在日本 她回来香港 接着香港被捕 这个第一单 第二单 当然就是负策 我有看负策很多年了 那他有时网上会介绍一些历史书 就是不同作者 尤其是有些日本的 对中国的历史书翻译的 那他做很多 那他八旗文化 那我其实不是很清楚 负策的背景 但是他在Facebook 他们会介绍很多不同的 中国啊 世界的历史啊 譬如他其中一本书 我记忆当中 就是真真正正影响世界的 其实就是蒙古 中西文化交流 就是由蒙古开始 那很多时候 那很多时候我去成品买书呢 我都会找 这一类的书看 那你说影响我大不大 那又不是的 我本身喜欢 但是近期负策失踪了 那为什么会负策失踪 因为他已经 移了文去台湾 那他出的书一般来说 就是关于一些自由民主啊 中国的真正历史啊的书 那为什么他会回大陆被捕 因为他已经拿到他的居留证 就是说 台湾 他已经成为了台湾公民 那你成为了台湾公民 你一定有一个手续的 他就回大陆 注销他大陆的户后 就是你现在批准了我的户籍 那我就回北京 秦政道手续 不是政治庇护 是取消 北京的户籍 然后拿着户籍去 台湾完成他的任务 结果 他被捕 到今时今日 还不知道 拘捕他的原因 负策就这样刑间蒸发了 但是 无论他的言论 他所做的一切 和台独 或者一些禁制中共 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一般来说就是历史书 尤其他是满洲人 所以他叫自己做负策 而第三个 就是杨智渊 杨智渊 他本身就是民族党的副主席 他之前是专搞台独 走得比民进党更加前 但是中国已经有能力将他统战了 杨智渊 他跟白狼 就是统促党 白狼 一个黑社会 谈点数 跟着跟了白狼 回大陆 其实已经是长居大陆 不单是这样 你跟白狼在一起 他已经洗擦了他的所谓的台独的背景 这一次在大陆 他出席一个围棋的比赛 结果他被捕 喂 他已经将他的事业 他的人生 甚至主要的居住地 已经搬了去大陆的了 而最重要的 就是跟一些红色政党 白狼 已经完全融合一起 结果他被捕 被捕最大问题是 不知道为什么被捕 你说他搞台独 是啊 但现在统战成功了 那为什么会被捕 是他过去的言论 还是计算今天 最新 光明日报 也有一位记者 这位记者能够曾经拿过奖 是中国最出名的记者 经常都被包装 被表扬 结果他跟一个美日本的外交官 吃一餐饭 吃完一餐饭 怎样 日本的外交官被捕 捕了之后几个小时释放了 就是问一下 结果这位记者 他用间谍罪来论署 最新起诉他 那么他的间谍罪 这位是中国为数极少 能够跟西方国家沟通的记者 今天他就是间谍罪论署 但是说不出究竟他是 勾结美国势力 还是日本领事 日本领事都没有罪 就是说他日本领事不是间谍 你跟他吃饭那个就是日本间谍 而最重要的是已经被捕了一年 到今时今日的内部文件流出 就是说用间谍罪 那间谍究竟是什么间谍 到今时今日都说不出 就是我先拘捕了人 为什么拘捕他 因为当日就是佩洛西 佩洛西降落台湾 既然不能够对付的就是美国人 那我就向杨志渊下手 杨志渊已经被捕了 就是上年的八月份之后 被捕到现在 跟着这位中国的记者 专是跟外国打交道的记者 今天就间谍罪 不单止是这样 还有的就是所罗门群岛 已经全面这样 支持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当然可喜可可 其实是突破了美国的封锁 就是不要你说 我们都有盟友的 尤其是在所罗门群岛 就是南太平洋岛国 结果 所罗门群岛 马来省 前省长 苏伊达尼 出访美国首都华盛顿 在星期一下午出席 美国国会和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的一场名为中共在所罗门群岛的恶势力 的简报会上高 他一向都支持台湾 但是现在 新的总理上了来 总统上了来 他 跟台湾断交 跟中共建交 结果 他病了 过去他反对大量的中国人 涌入所罗门群岛 医生建议他去澳洲 去就医 但是政府竟然 不支持 一个中国政策为由 就是你不支持一个中国吗 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阻止他领取医疗保健 最终他在台湾协助下 获得治疗 他更加说 他的子女也因此感到害怕 上学时都感到担忧 就是只要你不支持一个中国 你 即使你是外国人 你所罗门群岛的一个前省长 今时今日 用各种的手段 令到所罗门的总统 跟你压迫 即使你有病 连签证都不给你 甚至连医疗都不给你 基于以上的那些 你说 台灣人再去大陸做生意 原來我離離下突然間失蹤 接著追究我在台灣島裡面的言論 那是不是造成人心惶惶 一個所羅門群島 基本上我們中國是沒有管治權 但是運用影響力 令到一個前省長 他都應該有的福利沒有了 而更重要的 連他的子女都人心惶惶 一個去日本留學的學生 他網上發表言論 我們香港的國安法 是可以追究到底 境外執法 那你說有多少人 譬如好像讀書的 或者在外國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講了任何東西 我來到中國 分分鐘被捕被拘 那怎麼辦 這一種中國的法律 是凌駕全球 是不是值得外國人 或者其他人很擔憂呢 就是中國的法律 是涵蓋整個台灣的 中國的法律 是可以涵蓋到日本的 可以追究到底 中國的法律 是可以涵蓋 所羅門群島的 沒有什麼新聞 跟大家說說我自己的想法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希望大家Like 最終Share 訂閱 課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 加入會員和Patreon 我 也都 最重要的 看看自己的訂閱 會不會又被YouTube退了 讓我的訂閱有增長 更加可以的 請大飛喝杯咖啡 拜拜